2021年12月31号晚上 大多数人正和家人朋友 一起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在龙口市一名男孩外出时 不是迷了路 回不了家 寒夜里在爱心人士的接力帮助下 最终安全地将其送到亲人身边 当天晚上7点30分左右 在龙口市北向西街 有一位精神恍惚的少年 在大街上来回徘徊 身体动得瑟瑟发抖 然后看见门口一个小男孩 来回走来走去 外头当时天气特别冷 他穿着单衣单铺 我就把他领到地儿去 觉得太冷了 被把孩子冻坏了 紧接着 寒冰联系了 龙口市蛟龙公益应急救援队 闻讯赶到的救援队员 多次尝试与这名男孩交流 但他很少开口说话 由于可能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害怕 这个孩子很少讲话 抵着头 经过我们不断地耐心安抚和询问 终于向我们拖了拖拖心 然后开口跟我们讲话了 期间 在得知男孩还没有吃晚饭 寒冰赶忙拿来食物 还准备了热水和衣物 救援队员帮助男孩穿好 为他取暖 我就把蛋糕 还有下的水饺拿给他 然后一摸他的单衣 单裤特别单薄 这个脚都冻肿了 然后我就把棉袜给孩子换上了 然后让他踩着地暖的 暖和暖和 不一会儿 男孩的状态 逐渐好转 期间 救援队员也正在附近走访 寻找男孩家人的线索 随后 救援队员驾车将男孩送到了 其家人租住的民房 事后经了解得知 男孩父亲是朝远世人 近几年一直在龙口市打工 大晚孩子外出的时候 由于天黑 加上对刚租住房屋附近路况不熟悉 找不到回家的路 人生在影子上 竟然是新写人的 来说 中文字给一个走讯 虚语